王牌行动 到底能不能把这份至关重要的电报给发出去 我们最终只有两次验证的机会 腾哥 你一会儿可以选择三名队员 和你一起来进行第一轮的验证 如果其中有但凡一个间谍 那么这份电报就会发送失败 而当间谍发现 电报将可能发送成功的时候 他们可以选择暴露自己的身份 并且向老鬼开枪 哎呀妈呀 如果他们击杀了老鬼 同样卧底获胜 好了第一轮 每个人可以再向腾哥阐述一下自己 获得他的心 我第一个选井鱼 你得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让他玩成那样 因为我觉得景鱼没有同伴 他就是纯粹的玩不明白 就所有人都在踩他的时候 无论是真踩也好 还是玩笑踩也好 没有任何人替他挡一下拦一下 谁敢啊 谁想和腾哥一起去 可以举手报名 我一定要去 因为这一轮必须要保证 没有卧底的人去 我知道自己不是卧底 所以我一定要去 才能成功地发送电报 就这么个理由 我想去 可能我选我吧 我肯定不是 我只是第一轮跟景鱼一样 玩得不好而已 我还不是玩得不好 我是爱护 对 我也是爱护 我是纯玩得不好 我感觉大家好像上一轮都没有太怀疑我 我想为自己争取一票 子依姐不上吗 第一轮 我随时上 子依姐说说你的理由 我的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 不是大家都上去吗 你哪怕给我一个不太充分的理由呢 不是 我还没争取呢 我还争取 你要争取吗 我不争取 大屏幕开场的时候 都知道我是卧底了 怎么回事呢 我还争取什么呀 说我今天话少 我能不话少吗 我紧张得不行 等一下 自爆了是吗 对 现在话多了 自爆了 我签在合约里了 说我不当卧底 你们违约了 我今天紧张的饭都没吃 手上全是汗 抱完肥以后轻松多了 腾哥 你选择那三个队友 一起发送这份电报 来吧 哥 选部队很丢人的哦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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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不用太纠结 他现在很纠结 如果你真的全部选对了 我马上站起来 杀了你 杀了你 我想问一下 这个卧底自爆以后 会不会有点太猖狂了 现在 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 从自我介绍的时候 连小童都看出我是我 第一次 当然 腾哥 你选择那三个队友 选我 选我 想不对很丢人的哦 我随时上 我想为自己争取一票 黄景瑜是我选的第一个 值得我信任的人 哦 那举膝不定的 花花你是第二个 哥怎么对我还有点想法吗 只是时辰没到 这边的人感觉太好 这边的人感觉都太坏 我就选紫衣 终不溜 选我就对了 走 请三位跟我来 走 只有四个灯同时亮起 才代表发送成功 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当中来判断 有几个卧底在其中 三 他不会按顺序量吗 他不会按顺序量吗 好 黄景瑜 黄景瑜 你别怕你的身份不会暴露 完了腾哥 完了腾哥 腾哥 我现在和人还来判斤 腾哥你会希望的 他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腾哥 你看吧他问话 问吃吃话就有问题 准备好 三秒过后见分晓 这轮里面到底有没有卧底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不是就三个呀 有一个灯没亮 其中有一个人 是卧底 这轮情报发送 失败 黄景瑜 黄景瑜我看错你了 你真的没有看错我 你相信我腾哥 还相信你 以咱俩这么两个教室的交情 你相信我 嘿